那么这边有两个问题 分别是The Fan这位观众 还有Wins Ng他的问题 他这两个问题是有类似的 大马外劳有什么方式可以控制 马来西亚政府可不可以做到 好像新加坡那样子的 来严格管控外劳 然后另外是引进这么多的外劳 政府都好像没有办法去管理 才会延伸很多的非法外劳 然后他们又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 你们怎么看这应该怎么办 社会问题其实那天警察总部都做了 其实很多本地是本地犯罪的 10%才是外来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向新加坡 或者其他国家严格的广制外劳 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这是政府嘛 这本来就是内政部 内政部是移民厅和请假都是内政部的 所以他们 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个玩家 调查委员会 来真正的看待 这个外劳引进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它不是经济还是企业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而且它还是一个社会炸弹 它还是一个定时炸弹 而且很多人来进来他准证 他可以理由准证 他是学生准证 然后堕留了马来西亚 他就去做从事不同的工作 对啊 这也是属于非法外劳之内的 会有这种情况 对的确是 不过其实刚才他提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最近刚刚有跟一些业者谈起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管理是一个大问题 在外劳整个管理 但大家都顾不好自己的core business 自己的KPI 比如说他刚才讲 这个Levy应该是谁公布 然后这个制法单位 应该将人力的事情将放回去 人力支援部之类的东西 整个KPI真的需要再重新的调整 不然整个东西会很乱 大家有提起就是 新加坡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参考方式 是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对 那么YB自强不知道槟城政府 在这个控制外劳 或者是管理这些外劳 或者是抓非法外劳 上面你有拿一些比较好的实力 可以分享吗 一些政策 政兵州政府是没有权利去控制外劳 或者是入口我们的border border 我是说有没有可能管理他们 或者是知道他们在哪里做些什么的 并没有 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去管理 如果没有权利的话 他们哪里有给你登记 我们也是没有那个资源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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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他们去哪里在哪里 这个是全部都是要移民厅 要呃警察 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对 在方面 他们的权利质方面 是 那么在这个管理上面啊 我们说呃 这个警察还是移民厅他们的责任嘛 这样呃这个 这个槟城的模式是不是完全就靠这个 警察跟移民厅的管理下 我们就可以 呃做到 并城的非法外劳没有那么严重啊 怎么或者是可以受到管控的情况呢 我们也是要靠每一个 我觉得全国都是一样要靠警察 靠移民厅 呃管理呃外劳的问题 那你觉得他们管理的好吗 那那那你怎么评量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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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并您是怎么评评评价他们的管理方式呢 在我觉得非法外劳 如果在好像宾州 比较前线州的地方 因为警察也是有时候会去呃拜访呃工厂啊 所以在前线州的地方 可能会比较少出现这个问题 嗯 在农业农业呃的行业 呃州可能会比较多 嗯 或者是比较呃 呃远方的一些地方 所以在宾州 如果你讲free trade zone 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少啊 是 好 那么在这个管理外劳上面啊 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建议 说如果我们限制他们的呃 合约期限 我想现在也是有在限制吧 对不对 对可能是他的意思是要缩短 就可能一年两年 但是这样子做有有效吗 头税那么高 他外劳要来到马来西亚他的费用很高 是啊没有错 他来了 他变成你的费用更高 他被逗留的时间更长 他才能够赎回那一个 赎回吗 这个就是做生意他一样的成本计算 你怎么看 所以也不能够说限制他一年两年这样 其实我们也希望是这个外劳他他已经有展望这些技术熟练了 他继续会更好 因为他有这个经验 不然新的我们重新开始 对啊 很多公司他都愿意在聘在重新的聘请这个 已经熟练了的外劳 不过他环环相扣啊 他有一种状况就是外劳不能都留超过多少年 比如说七年 因为七年这个期限过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法令限制 比如说他可能可以申请公民权 他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所以要看他怎样去处理整个 所以有些外劳他不让他renew 甚至 那个是我们认同 那个是国家政策那是我们认同 对 不过讲说刚才军杰是讲一两年一两年是太短 太短了 刚才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我说你并且能这样控制 州政府是无法控制这样帮倒 不过在马来帮倒 除了你看沙拉越 他就马上说一个都不要我们家了 他可以 沙巴也是讲他不要 因为他们有那个immigration rights 对 that's right 沙拉越沙巴就可以 他们其实申请的人力资源方式 JCS这些种种都是不一样的 跟马来西亚这边半岛不一样 东马的情况其实不一样 其实你说在东马没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在比如沙巴 他其实住着一半都是菲律宾 所以不一样的情况 沙巴就严重 是沙巴是因为当时的MG化吧 沙拉越沙巴是